大家好,欢迎关注华尔街六度 今天来关注一个航空方面的一个小突发 中国国航一航班在飞行途中出现了一个剧烈颠簸 亲历者称有乘客和空服被甩到舱顶 中国国航随后证实这个航班在飞行过程中 出遇一个叫做晴空颠簸的一个情况 一名旅客和一个空乘受伤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出现剧烈颠簸的国航 CA1524航班在7月10日下午3点24分 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 在当天下午5点17分降落于北京首都机场 直飞该航班的飞机机行为空客A330 事件发生之后 CA121542颠簸的话题也冲上了微博热搜 多位网民在社交平台就说 上海被往北京的CA1524航班 在空中遭遇严重颠簸 其中正好中国科普博主行力达也在飞机上 他说自己也是乘坐该航班 飞机时遇到了颠簸 他说空姐和乘客被甩到了顶面 行力达就说颠簸结束之后 乘客都坐在座椅上 飞机最终是晚点 但晚点时间不长 抵达了原定目的地北京 受伤的乘客及空乘人员是暂时留在机舱内 其他人是正常离开机场 根据行力达的回忆 飞机上的人数较多 不过当时飞机并未满坐 事发时自己是系着安全带坐在座位上看电影 并未受伤 他提到总共发生 在飞机上航班过程中发生了两次颠簸 在离原定抵达时间约半小时前 他回忆到飞机第一次颠簸一两秒 不少乘客当时是离坐上厕所 空乘人员就通知大家坐好扣紧安全带 数秒之后第二次颠簸袭来 他感觉比较严重 颠簸持续几秒的时间 第二次颠簸发生时 一名乘客蹲在地上 一位空姐用手抱着乘客 而后两人均被甩往上方 撞破了机顶 并撞碎了安全指示灯 颠簸结束之后 空乘人员询问飞机上是否有医护人员 一位女护士乘客帮助两位伤者止血 秦力达称自己所见到的伤者只有这两人 第一次颠簸时的提醒很重要 这个是防止了更糟糕的情况发生 根据APP非常准的查询 CA1524航班确细从上海飞往北京 计划起飞时间为7月10日下午2点45 抵达时间为下午4点55 实际起飞时间为下午3点24 抵达时间为下午5点18 国航在7月11日在微博回应称 CA1524航班在飞行过程中突遇晴空颠簸 机组和乘务组按程序处置 全力维护旅客安全 在此过程中一名旅客和一名空乘受伤 航班落地之后 国航已安排专人陪同受伤旅客和空乘 前往医院治疗 国航的微博还提到 我们对受伤旅客和员工表示关怀和慰问 国航将一如既往的做好安全运行和服务工作 感谢广大旅客的关心和支持 那么通报中提及的这个晴空颠簸 到底是什么 能不能完全避免可能是经常坐飞机的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晴空颠簸指的是晴空湍流所产生的这个颠簸 多出现在对流层的上层或平流层下层 尤其以极流区附近出现的最为平凡强烈 晴空颠簸出现常伴有较强的风切变和较大的风速脉动 那晴空颠簸通常是出现在6000米以上的高空 由于它不伴有可见的这个天气现象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肉眼见到一个晴空颠簸 所以飞行员是难以预先发现 对飞行的威胁其实还是挺大的 颠簸区往往有明显的边界 厚度大约在200至1500米之间 这种颠簸虽然不可能造成恶劣的飞行事故 但机组处置不当的话 也可以造成旅客重伤 甚至是危机人身安全 在现有的飞行技术下 想完全避免高空急流所导致的晴空颠簸是不可能的 因为机载雷达无法探测到晴空颠簸的区域 因为现代客机迹象雷达的波长 是针对云层中水滴的尺寸而进行的设计 而高空急流通常不含水滴 不含水蒸不含水器就是了 当然了 航空公司都会对飞行员进行相关复杂天气的培训和相应的考试 确保飞行中能够应对各类突如其来的状况 有一位机长就说 一般剧烈颠簸的原因是进入了晴空颠簸 或者进入农机云 寄雨云 晴空颠簸是因为外界大气气流比较稳乱 目前无法用飞机机载雷达探测 而在农机云或寄雨云这些云系中会有强对流 飞机飞跃或飞入其中时会发生强烈的颠簸 根据民航专业平台民航资源网的文章说 这个颠簸其实就是高频的气流垂直运动 晴空的乱流又叫高空乱流 与高空中大气的热力和动力因素有关 当温度场和风场急剧变化时就会出现强烈的乱流 晴空乱流都出现在对流层上部和平流层 是造成高空飞行晴空颠簸的重要因素 晴空颠簸时机长目视前方无明显的云团 气象雷达显示也无明显的回波 但现有科技条件下想完全避免高空急流 所导致的晴空颠簸是不可能的 因为现代科技气象雷达波长针对云层中水滴的尺寸而进行设计 如果机载雷达探测的水滴存在剧烈的垂直运动 在导航屏幕上就会显示红色的颠簸区域 提示飞行员绕飞避让 但高空急流通常是不含水汽 所以机载雷达无法探测到伴随急流生成的晴空颠簸 而气象预报则只能粗略推测晴空颠簸可能发生的位置 不过现代民用航空气的设计和机组操作规范 已经可以把晴空颠簸所导致受伤的概率降至很低 目前还有一些西方国家可以做到两架同一航路 同一高度层 先后航行的飞机前机遭遇晴空颠簸 是通过电子飞行包和卫星通讯网络告知后级和空管 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应用 而空中颠簸式飞行中常遇到的一个现象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统计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商业飞机遇到的严重颠簸 每年约有5000起 按照等级通常分为轻度颠簸、中度颠簸和强颠簸 但剧烈颠簸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每周也都会出现 颠簸严重时会引起飞机的设备受损 但通常不会有大的安全问题 飞机通常可以承受超过三个季的载荷 结构通常不会严重受损 民航资源网文章还解释说 飞机突然的上升和下降 恰是机组最标准的处置方法 当遇到严重颠簸时 机组会将自动驾驶从常规的CMD 也就是维持相对固定的垂直轨迹 切换为CWS 也就是维持固定挥养姿态 在CWS方式下 飞机会顺着垂直气流的方向随波逐流 从而降低机体所承受的载荷 也就是这个随波逐流的卸载操作 给客舱人员造成过山车式的不良体验 对于不可预测的颠簸 飞行机组会在第一时间提醒客舱旅客 并进行相关的减速等动作 当颠簸过强或持续时间较长的时候 飞行员也会通过改变飞行高度 和改变飞行航路这些方法 来寻找稳定的区域 因此突发强烈颠簸时 最重要的是保护方式 仍是全程系好安全带 如果乘客离座位较远 来不及回座位 应该立即蹲下 抓住旁边可固定的物体 如座椅 护手 座椅 脚柄等等 如果正在使用卫生件 需要立即抓住厕所马桶旁的辅助手柄 另外颠簸时切记开启行李夹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 六度的所有内容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 各类符合您写好的简报 新闻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多专业的复位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